哈囉大家好,我是莉娅 很久沒有來拍膠拳影片了 今天要教大家摸摸檢民 很多人應該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在幼犬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去摸狗狗 只要一摸牠,牠就要咬 牠就要跑 或者牠就很激動啊,亂叫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幼犬的 impulse control,衝動控制 還沒有像成犬來的那麼的好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一個摸摸檢民 讓大家可以成功的摸到你的幼犬 讓你的幼犬喜歡上背摸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首先呢 你要準備像這樣的小小塊的圓肉零食 這個是不用搭配相片的 那跟我們之前的訓練不太一樣 我們之前的訓練是後上指令 那這一次就是一開始就是這樣子 也不是不是 不是哈囉啦 不是哈囉,不是哈囉 我沒有要哈囉 手放下來,手放下來,謝謝 你的手跟你的零食同時過去給狗狗摸摸 同時說出摸摸的指令 讓狗狗知道說摸摸是你要摸牠而已 再一次喔 摸摸 因為小髮已經是成犬了 所以牠對摸摸一點反應都沒有 你們看 咬咬咬 那再一次喔 摸摸 那如果狗狗對於手在上面這樣過去 牠就要咬的話 你可以先從側邊一點的摸摸 然後一下下我們就可以把手伸回來了 然後接下來就慢慢延長摸摸的時間 摸摸 好乖喔 好,就是一秒兩秒三秒四秒的慢慢延長這個時間 那你在摸的時候呢 你的手不能放開零食 要讓牠好像有吃吃不到 有吃吃不到 然後最後摸完之後同時放開這樣子 摸摸 就這樣子放 不要放開 然後放開 那下一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 當狗狗對這樣子已經沒有太大的反應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摸 然後再給 然後先摸 再給 這樣一個 然後久一點摸摸 都沒有反應再給 好 棒 同時放開 同時放開也是很重要的喔 因為同時放開讓狗狗對於零食的連結會比較大 就是條件反射 有拍片就有零食吃對不對 平常很少在餵牠零食 因為牠現在在減肥 那要記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訓練就像遊戲一樣 不要超過5到15分鐘 讓狗狗每次都很期待每次的訓練 這樣才算是成功的訓練喔 那最後給你們看一下小寶的造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內容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